其實我還有帶一些 我覺得給這些新手媽媽 超級可愛的 對 很好的工具 就是好東西 譬如說這個 很厲害 這個就是一個包巾 但是你幫小朋友洗澡的時候 你自己身體會不會濕 對 可通可能沒有 都是保護在一起 有 有 沒關係 這個就是它可以這樣子 它就是這樣 好方便 然後你就把寶寶的頭放在這邊 然後包起來 然後再把它 頭放進去 然後就把它拿掉 然後就可以這樣把它包起來 這個好方便 是不是很可愛 超好用的 然後還有這個也很可愛 也很棒 這個就是 花布巾嗎 沒有 小朋友是不是一睡覺 都滿頭大汗 對 這個就是 就是六層紗布加毛巾 那你就是小寶寶要睡覺之前 你可以塞在他的紗布衣 內衣裡面 你就不用一直換內衣 因為小朋友睡著 然後你還要把它吵醒 換內衣 他又醒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裡面 等他睡著以後 你就把它抽出來 他的體溫就正常 因為小朋友要睡覺前 都一陣熱 它會濕到頭髮都濕 會 對 所以這個很好 還有像這個也是 因為小朋友 還有好幾個 對 這個是睡袍 而且是兩用的 比如說還寶寶的時候 他就可以把小孩子放在裡面 但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會轉來轉去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褲裝 對 對 他就才不會溜出來 所以他可以兩用的 然後還有像 對 這很紅 接下來就是小朋友會有一些 像這個以前那種包巾 就是那種吃飯的微微 比較小 然後像這個 這好大 這很大對不對 很大就很好用 之外就譬如說媽媽要拍格 就可以順便這樣 也可以用 所以也是多用途的 所以我覺得在帶孩子當中 如果有這些智慧型的 小工具 小道具 其實就可以解決媽媽很多痛點 對 好 幫痛點 妳再剩一個啦 妳再剩一個